各位好,我们来看这个例题 等加速运动的例题 一个捷运列车等加速度运动 列车的长度是L 它的前端通过车站的某定点P的时候 速率是V1 后端通过某定点的时候 通过同样P的时候 速率是V2 根据右图以及上述回答下例问题 题目很好,他们帮我们画出了这个图 我们好好的利用它 然后它底下有给提示 它说没有给时间T 没有给时间T 就可以用等加速度运动的第三个公式 V墨数平方等于初速平方 加2乘上加速度乘以位移 好,那第一个的话 它是要求列车的终点 就是列车的一半处 通过P点时候的速率V 好,那我们就可以列 列4 用第三个公式来列 那我们把位置数 用黄色来表示 初速的话是V1 从 经过P开始算 然后加上2倍乘上加速度 乘以位移 当它 从V1变成V的过程中 位移是多少 位移是这段 2分之L 从V1速度 从V1速度 变成V的这个过程 位移走的这段 所以 位移就是2分之V 2分之L 不是2分之V 好,然后再来第二个条件 它是说 一开始到P的时候速度是V1 速率是V1 然后后来离开P的时候 速率是V2 然后从这个情况到这个情况 它走的位移是整个是L 整个是L 所以又可以再列另外一条式子 就是 从V1的状态变成V2的状态 它的位移是L 所以 又可以列另外一个式子 就是 墨速是V2 V2平方 等于 V1平方 再加2A 这一次的位移是 整个列车的长度 因为它从 它的头先经过P 后来尾巴经过P 所以走的长度就是L 好,那这时候呢 题目并没有给A 所以 我们要把A消去 题目有给L 题目有给V1 和V2 我们的答案 就要用题目给的符号来表示 好,所以我们可以把 第一个式子呢 给它上下同乘以2倍 左右同乘以2倍 不是上下 左右同乘以2倍 就会变成2 然后V 平方 就会等于2 V1平方 再加上2AL 然后把这个式子叫1 这个式子叫2 这两个就可以 做 做这个连例 做连例就可以把 A消掉 像是相减 相减的话 就可以把A消掉了 所以我们用2去减掉1 我们就会得到 V 平方 减掉 这有一个2 2V平方 2V平方 减掉V2 就会等于V1平方 对不对 左边点左边 这个2V平方减掉V2 右边这两个相减会不见 2V1平方减V1 剩下V1平方 2V1平方减V1平方 所以最后就得到的答案了 答案就是 V平方 就会等于V1平方加V2平方 再去除以2 所以答案就会是在开根号 那我们就直接写了 直接把这个平方去掉 然后拍一下版面 然后拍一下版面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第一小题的答案了 然后第二小题的话是 它的头尾通过P点过程中的 平均速度 好 其实这个问法不太好 它其实是 头尾通过 也是可以 就是头尾通过P点的 这个过程中的平均速度 那就要 可以看我们上一则影片 我们上一则影片 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 时刻 或是时段终点 的 的 顺时速度 就会等于 全程的平均速度 好 那我们这题就利用这个概念 稍微画一下VT图 好 那我们 这个情况 就是 一开始它的 速度是V1 后来 速度是V2 然后 它要求平均速度 它要求这个 平均速度 可是我们可以用 顺时速度来 代替 因为 时段终点的顺时速度 就等于全程的平均速度 全程平均速度 就是要用这个位移去处理 整段的 时间 可是呢 可是呢 它同时会等于 时间终点的 瞬间速度 就这个位置的瞬间速度 就会是 我们要的平均速度 就是全程的平均速度 恰好会等于 时间 时间 时段 终点的 瞬间速度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好 那所以 我们其实可以从几何关系 从这张图中的几何关系 可以看出来 全程的平均速度 会等于 会等于 时段 终点 时段终点的瞬间速度 而且啊 它这个位置 因为斜率是 斜率是固定的 所以正中间这个位置 它恰好就是 V2加V1除以2 所以就是 V2加V1除以2 所以就是 V2加V1 除以2 这就是第二小题的答案了 这是从图形判断的 或者 专业一点说法 就是从几何关系去判断 对不对 因为斜率固定 那它正中间的这个位置 对应到的 值 对应到的值啊 就是 V1加V2除以2 好 那这就是第二小题 那第三小题的话 写在上面好了 从头 头尾经过P点所需的时间 那这里可以有一个 比较快的方式 就是 回顾一下 平均速度 就是 位移除以时间 那今天它要求的是 时间 它要求的是时间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时间 就会等于 位移去除以 平均速度 那从 头 遇到P点到尾巴 离开P点 这段时间 它的 位移是多少 平均速度 在第三小题 已经得到 第二小题 已经得到了 这个是第二小题 已经得到 分母已经知道了 就是下面这个 可是分子呢 分子的位移是多少呢 从头 抵达P点 到尾 离开P点 这段时间 这个头 它已经 火车头 列车头 已经走这么远 也就是走了L 所以 从 头 抵达P点 到尾 离开P点 它的位移就是L 所以就会 非写成L 然后除上我们第二题的答案 就是 V1加V2 去除以2 所以 最后第三小题的答案就是 两倍L 去除上 V1加V2 这就是第三小题的答案 好 谢谢同学